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坚持多久就要看你的意志力能够有多狠 我们靠着意志力可以战胜所有的挫折跟惰性 但是意志力这一项超能力 到底要怎么培养它把它训练出来呢 来看我们今天的超人来宾们的精彩分享 好 介绍第一位是什么艺人Apple欢迎 哈啰 好 第二位艺人许君君欢迎 哈啰 大家好 君君 好 艺人阿尔姐欢迎 嗨 我是阿尔姐 作家若全哥欢迎 好 我是若全 你好 Apple你是黑社会妹妹出道 当时一开始你说非常非常辛苦 我真的觉得以前很苦 然后那淘汰赛就是很可怕 你只要表演不好就会被淘汰 那淘汰的意思就是 你不会再来录这个节目了 对 然后我们以前是每个礼拜 因为我们是每天播的节目一到五 等于是每个礼拜的五都是淘汰赛 压力好大 对 然后一整年还会有一个年终的评比 每天都讲说好不想录影 然后或者是这个礼拜要表演什么 因为你表演过的你不能再表演 以及同场美眉表演 因为我们同一场可能十几个 然后他们要表演的 你也不能跟人家重复到 那真的是绞尽脑汁 我们真的是绞尽脑汁 是啊 那时候我被逼到 可能连那种敲水杯 就是我已经跳过舞了 然后也唱过歌了 然后被逼到 好 那我这一次表演 那个敲水杯好了 就是摆十几个杯子 然后那个水的高低不一样 对 然后就在那边硬着头皮 然后在那边调那个声音 然后敲小星星 就是被逼到这种才艺都有 或者是什么相声 肚皮舞都有 快速训练 你有曾经练到 你觉得快要生命危险 有 因为我们那一次就是年终屏蔽 就是一整年的屏蔽 所以每个妹妹就是特别的 会认真表演 然后都会想一些可能 自己还没有表演过 然后是有难度的 所以那时候我跟另一个妹妹 叫小杰 我们就选了一个啦啦队的表演 然后那个啦啦队 我们是选那种还要站到第三层 就是人 叠人 再叠人 很危险 对 我们就是 刚马上折磨自己 因为我们想要赢 对 因为年终屏比前三名的话 那是一个荣耀 然后好像也有奖金跟奖品 然后那时候妹妹都很拼 大家都想要在前面的名次 所以我们就想说 好 那我们就要啦啦队 因为啦啦队那时候 还没有人表演过 然后我们既然要啦啦队 一定要站到三层 然后以及一定要那个抛街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练了 这个找尊业教练吗 我们那时候找了一个很厉害的 大学的那种啦啦队 但是他们都有出国去比赛 但重点是我在练这个才艺的时候 其实我是一个有聚高症的人 你还选这个 我是很害怕高的人 我是连那种搭透明电梯 我会不敢站在靠近玻璃的那一面 因为往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可怕 我就会浑身不自在 但是我却偏偏选的就是 要表演啦啦队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是 因为也是第一次练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在哪边练 然后那时候因为那个啦啦队 他们自己平常练习的地方 就是在那个捷运的地下街 有些地下街 不是会有比较空旷的地方吗 他们那时候就是在那边练习 所以我们就是跟着他们练 我们也在地下街练 然后我们在练的时候 就会有制作单位的人 来访一些幕后花絮 就是看我们练得怎么样 然后练完会问我们说 刚刚练得如何一些心得 我们就说今天就是要练抛街 然后刚刚前面就有一些热声 什么什么的 突然我们就听见后面 碰 超大一声 然后我就往后面一看 就看见全部的人围着一个人 然后地上躺一个人 然后女生就在那边尖叫 在那边哭 我们才发现 因为他们待会要教我们 抛街动作 所以他们在后面先自己 他们自己就示范练习一下 所以他们就是在练习的时候 抛上去 然后那个女生下来的时候 他们没有接到 然后就整个砸在地上 然后就不会动了 我现在讲我都还是 就是会 因为我们当下是有 翻过去看到那个女生躺在那 我现在讲 我想 我还是觉得很可怕 然后她就躺在地上就不会动 我们就傻眼 我们就赶快过去看 然后才知道 因为我们练习的地方 其实不是专业的场地 下面没有铺什么东西 对 没有铺 在教我们的那些女生 当下也都在哭 我们就更紧张了 我们就也跟着哭 我们当天就没有练习 马上就把那个女生送急诊 她头着地 所以我们去医院看她的时候 她是头发都剃光了 因为她马上要开颅内手术 好像有瘀血就是反正把血抽出来 所以我们去看她的时候 她是已经是个光头 然后坐在轮椅上 她妈妈推着她出来给我们看 然后她好像因为有撞到 所以暂时性地 半边麻痹还是什么 她就是整个人坐在轮椅上 不能动 然后也无法讲话 好惨喔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觉得好可怕 我跟我 这个活动立刻终止吧 对 我跟小杰 我们俩要讲说我们不想要练了 就是太可怕 因为那画面很震撼 因为我们那时候年纪也还小 下歪了 我们就哭 我们就说我们不要练这个 好可怕什么什么 那制作单位其实也很 觉得很危险 他们也有帮我们想 就很努力地想 有什么别的才艺 但因为像什么其他的才艺 该选的 别人都选了 然后制作单位就讲说 那不然就是你们 就不要表演这么难的 然后我们就哭哭完一天以后 隔天想一想 不行 我们还是想要抛街 因为我们就是觉得那样才好看 就觉得反正三层 我们是已经练了 而且我还是站第三层的那个人 超高 每次上去 腿都在那边抖这样子 但是三层已经练了 现在差的就是抛街而已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本来预定好 要这么好看的表演 就是要这么好看 我们就是不想要舍弃掉 那个抛街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 还是做了 我们每一次后面的几堂课 每次都是哭着被抛上去 就哭呀 被抛上去 但是我们后面的场地 就是去那种真的运动中心 然后底下有铺软垫 那后来有拿到名次吗 我们后来那一集第一名 但是我们一练完 我们直接在节目现场 就崩溃 就哭了 就我觉得那其实也是个意志力 而且我们那时候节目的 妹妹年纪都很小 对 从抛街比赛就知道了 真的是年纪已经不怕死 就是牵制下来 那真的是不怕死 若玄哥 你也是意志力超强的人 听说你最近开始练重训 但是也差一点有想放弃的念头 我第一次人生会有放弃的念头 主要是去年 就是二零二年 我其实就是自己练这个重训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肌肉 好壮啊 主要因为我妈生病很多年 然后在我妈妈生病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体验到自己的体能很重要 一来必须要照顾妈妈 二来我会觉得以后没有人照顾我 所以我有这个意识之后 我就开始练这个重训 那去年二零二年就是 我有一个在担任这个教官的朋友 他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来考这个重训教练的执照 那我那时候觉得还蛮有兴趣 因为我们去外面上课都很贵 那如果自己可以考上这个执照 如果自己可以锻炼自己 然后也可以教自己的亲戚朋友 像妈妈姐姐可能需要运动 我就抱持这样的想法 去报了这个重训 而且这个国际征照 而且是教练的执照的课程 但上了第一堂课 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放弃 第一堂课就是要被全身的骨头 跟肌肉的名字 那我会觉得说 我是在考医学院的吗 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全身骨头有几百个 然后那个肌肉的名字 因为它以后就是每一个动作 你要知道说 你这个动作用到膝关节 用到这个髋关节的哪里 然后它是怎么样的伸展跟距离 一定要把它这些东西 都记得非常的熟 那去年也很巧妙 就去年因为我是一个 特别的一个给自己的使命 因为我一直以来就很有意志力 所以我的朋友就说 你已经自律到近乎自虐的地步 所以我二零二年就告诉我自己说 要放松一点 就不要再逼自己了 所以在这两个观念冲突是这样 我上了第一堂课就说 我不是告诉我自己不要自虐了吗 那我应该就不要再上 因为那个课真的是早上大概九点多 一直上到晚上八点多 而且之后 真的那么久 对 而且就是之后 几个礼拜之后 它就有学科跟数科的考试 那我就觉得说 我那时候的放弃并不是负面的 而是很正向 就是这是我人生的课题 我就要学会放弃 因为这一个有意志力的人 人生是没有放弃这两个字的 对 对你们来说放弃很痛苦 对 所以二零二年 我就给自己的一个期许 就是说我要学会放弃 第一堂课我回家就说 不要来了 然后第一个声音就说 你找了三万多块的学费 你就这样不要了吗 然后那个念头又告诉我说 对 就是要学会放弃 然后就是不要了这样 对 可是我第三个人就问自己说 我这样有过度努力吗 因为我放弃的目的是 叫我自己不要过度努力 问题是我才上第一堂课 我根本还没有开始努力 什么叫过度努力呢 这第一个念头 第二个念头就是 我要考上证教之后 我可以帮助很多人 帮助我的朋友 帮助我的家人 教他们学会正确的运动的观点 又回到这个初中 所以就又回去上第二堂课 又上完第六堂课 那么在一个多月之后 就完成了学科跟数科的考试 那现在就是完成了 这个证照的考试 好厉害 谢谢 OK 好 超强意志力怎么办到的 我们先请一下广告 好 君君你决定做的事情 就是会快横准 一次完成 是因为你爸爸说过的一句话 对 因为我爸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你不要被任何东西 所控制住 你要学会自己去控制 任何的人事物 任何事情 就是他 我觉得他讲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在我青春期的时候 希望我不要走偏 他希望我不要染上什么毒薄 吸毒 你想说我赌一次就好 第二次就 我再赌一次就好 可是你要学后 我想赌的时候就赌 我不想赌的时候就不要赌 我觉得他这句话 他影响我很深 所以我之后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会先想好 我能不能完成它 如果我可以 那为什么我不做自己的主人 你三个月就考上教师的执照 对 因为我小时候有个梦想 就是希望可以当老师这样 对 老师实际上我记得很难考 对 而且重点是因为我跟Apple 对 我们刚刚相认 我们是大学同学 现在才知道 对 因为我们太久没有见了 因为我刚才说我大学的时候 我正在黑社会 所以我那时候念到大三 同一系吗 同班 同学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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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班是怎样 两个都每次上个字 对 因为我后面休学 大学有四年 我念到大三上学期的时候 我就因为要发唱片 我就休学了 对 我刚刚一进来 你是大一大二休学 他大三休学是不是 所以两个错开着 没有 我毕业了 怎么会都不知道 毕业了 我毕业 OK OK 相认了一下 因为我大学是念西区系 然后后来呢 因为西区系那时候 我没有修教育学程 但是教程有一个问题 因为研究所只有四年 但是教程的学班要修三年 所以我等于是我大 研一 我就一定要考上 一次就要考上 要不然我没有时间 可以修三年的学分 到把教程的学分 都修完之后呢 我就先去考教师证 然后实习完之后 我就考教师证 但是因为我当时已经拍戏了 我有合约 我有公司 我就跟公司讲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我请三个月的假 然后我这个三个月 考完我就回来了 我讲了这句话 就代表 我就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念书 但是念书的范围有多广呢 光教育学程的科目 就有十几科 就什么教育 什么班级经营 教育学程 就是光教育科目就有十几科 然后专业科目 戏剧跟舞蹈是挂在一起的 专业科目又有十几科 三个月而已 三个月 对 然后我又要把三个月的 所有的书都念 因为它叠起来的书 都比我还要高 然后它的范围呢 又不是说 我把这些书都念完就好了 它范围很广 广到 它会问你说 无望勾见夫妻是因为哪一个女生灭国 杨玉环 貂蝉 西施 对 就是考这么细 而且考到细到比如说 金马奖第几届的主持人是谁 这也好 对 就是从远古时代 你要到昨天发生的事情 你都要知道 所以你当时真的会 这题就不用准备了 反正也是考过去 直接接受命运的安排 看怎么念 对 就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放 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对 因为我就是一个 视始如归的人 我就是不成功变成人 我后面没有退路了 我要嘛就跳下去 要嘛就是停在那 那所以你多么认真的准备 对 我每额 我既定了我自己的计划 我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那个小房间呢 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六点到七点 我会去附近的学校跑步 晨跑 还有播出一小时跑步 对 那个小时跑步 我利用半个小时跑 才会醒 对 醒脑 然后那个小时呢 就要吃早餐 吃完之后就进去那个小房间 一天呢 我只能出来两次 第一次是午餐时间 我会跟我家人一起吃饭 第二次是晚餐 晚餐就包含了上厕所跟洗澡 我一天只有出来就两次 其他时间 我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出来 外面火灾放鞭炮什么 我都不会出来 对就一直念念到 就有点忧郁症了 因为太紧绷了 而且我几乎都没有睡觉 我念到 我发现我自己不太对劲的事 比如说我出来上厕所 比如中午吃饭跟上厕所 我再回去那个小房间 我握到那个门把的时候 我就想吐 就是会恶心这样 然后会念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正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 眼睛闭上我就会想到 弗洛伊德的什么什么潜意识 在第几层 A B C A吗 不对 B 对 是B 是吗 吓 惊醒 对 惊醒 然后起来翻书 对 A B Yes 对 好 躺下去之后又第二题 下一题 对 对 我几乎没有在睡觉的 完全没有睡觉的 然后就一直读一直读 读到考上 三个月考上这样 而且我还因为这样 跟我妈吵架 因为我读到已经出来吃饭 然后我会吃着吃着 我就不跟人家聊天的 我不跟我爸妈聊天 我就是赶快把它吃完这样 然后吃到后面会想哭 就一直默默掉眼泪 压力很大 然后就默默跟我妈讲说 妈 如果我考不上怎么办 然后我妈就说 你不要这样 不要念 对 妈就看不下去 干嘛这样子 对 而且我念到完全没有 就是灯没有暗掉的那一刻 就我妈有时候很生气 她已经觉得我走火入魔了 她就是把我电灯灌掉 你知道在念的时候一灯掉 我就立刻看门口 我妈就走进来 她就拿一杯牛奶 她就说 你不能这样子 你什么都 你一不吃也不喝 你把这个牛奶喝了 赶快去睡觉 我跟你讲我大发飙 我很少跟我妈生气的 我就说 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家人一样 就是家长一样 就叫小孩一直念 你为什么要叫我不要念 对啊 你可不可以把电管打开 因为你一直念的 对 对 别的小孩都没在念 对 我大发飙 我妈就觉得我这样不行 然后就带我出去什么喂鱼 然后我就说 真的 我就 我妈就说 你看鱼吃得好开心 然后我就笑不出来 我说可不可以不要浪费时间 我想回家 其实你妈是对的 蛮重要的 你妈妈一定觉得 我们家小孩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有点强迫症 听说你是把自己关在房间 又是关在房间 小房间写论文 写到差点死掉 对 你是到博命演出 因为我的时间真的很少 我要赚钱 而且我要跟公司请假 然后 我是那时候一档戏刚拍完 然后可是言真正的 我的毕业论文 已经要达到期限了 我要在这个期限内发表论文 然后就要毕业了 我就跟公司请了一个月 那一个月呢 我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 就是小房间 对 我是跟朋友 同一个小房间 不同 我在台北 我跟朋友公司嘛 他们开公司 我跟他借了一个小房间 他那个小房间里面呢 有其他的办公的人员 然后有一间厕所 那个厕所就没有 没有什么惯喜 他其实就一个马桶 然后一个洗手盆 然后就带了一些简单的衣物 跟半箱的泡面 我就进住了 然后他那个房间里面 还有一个小沙发这样 很小 大概两人座椅这样 然后我就把自己 灌在那边一个月 而且我只规定自己一次 一天只能吃一餐 就顶多就是 因为他们上班族会来嘛 顶多都帮我带个午餐 或早餐 我就一餐 然后那个泡面 很快就吃完了 我就不想要浪费时间 去外面买 有一天呢 就好像过了 不知道是中秋节 还是端午节 反正他们的人 有送一些礼盒来 我就看到那个水梨 冰在冰箱 然后我就打电话 跟我朋友讲说 那个冰箱的水梨 我可以吃吗 他说可以啊 你吃啊 我说好 我也没有什么 消水梨 没有 我就直接用啃的 吃皮啊 对 就是连皮跟肉一起啃 啃了大概半颗 我跟你讲 我突然胃超级痛 然后痛到那种冒冷汗 然后嘴唇发白 然后就感觉那个力气 已经从这边这样抽光了 然后那天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因为我已经太久 没有吃东西了 我是一个体寒的 你一直又很寒 对 我是一个体寒的人 然后吃水梨 又这么大颗 然后又没有进食 就瓜味 我当时那一天 手机又没电 我完全没有办法 跟外界求助 你知道 我已经痛到不行的时候 我正要求救 我就发现我没有力气了 我连打字的力气都没有 然后我手机又没电 我又不记得任何人的手机号码 我想说好 我去旁边的沙发上 躺一下好了 我就慢慢地爬过去 然后躺在那个沙发里面 就是整个就是已经倒了 然后已经汗 那个很冷喔 冒冷汗 对 这样流下一滴这样 我就觉得完了 我觉得我会死在这里 我果然就昏过去了 我就没有意识了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呢 已经天亮了 然后我全身的衣服都是湿的 然后我就赶快就回家 然后梳洗一下 后来那个月就真的也就是完成了 我还考了非常高的分数 口试都过了这样 可是我回想那一刻 如果真的万一的话 我真的会死在那里 因为我是真的昏过去了 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昏 真的 我是同班同学 对 都是喜欢薄蜜演出 很听很听 喜欢薄蜜 OK 好 问一下若璇哥 他这个我们要值得称许他吗 还是他在过度努力 其实在那个意志力的部分 是很值得肯定的 不过永远不要忘记就是 意志力一定要再配合你的体力 所以我们要有很好的体力 这个意志力才能够真正的贯彻 可是像君君这样你看 他就是一个专案型的 对 他每次一个专案 他都能够用意志力去做 有时候我们的人生的专案 会比较长 有没有 譬如说将来可能都要面对 譬如要照顾父母亲 这些老人的议题 他可能不是你拼三个月 可以解决的事情 万一你需要拼三年呢 那是不是要用很好的体力 来支持你的意志力 才能够胜任这些困难 所以还是要报名中训 好 电话是打好 到时候来说 好 怎么样维持意志力 之后的一些好体态 马上再回来 好 听完刚刚的故事就知道 他完成这件事情 绝对也是靠意志力 均均四十五天就可以狂瘦十二公斤 怎么办到的 又是哪个小房间 没有 这是没有房间 这是开放式 很开放 因为我要做这个计划之前 我是拍了一档戏 然后是演邪星 然后后来又有怀孕 所以我就觉得邪星 就是要胖胖的比较可爱 所以我就疯狂让自己发胖 但是那个戏 杀青完之后呢 很快我就接下一档戏了 完了 就是要一个很纤细的 细致美女这样 然后完了 我想就算了 我就给自己一百天的时间 让自己慢慢瘦 然后我的目标 大概也是大概十几公斤这样 后来我就跟我经纪人 讨论到这件事情 说我要在一百天之内 瘦多少公斤 他说我也想加入 我说好 那我们一起这样 然后就开始计划的 每一天就是吃水煮餐 就是像照片这样 就是都是水煮 对 然后只能 所以这样都不能外食 这是煮什么 就是虾子 因为我很注重营养 就是会有奶蛋 豆 鱼 肉 对 喝牛奶 然后吃白肉 水煮鸡肉 豆腐 青菜 因为青菜没有鸡热量 所以你可以尽量吃 然后每天就是像这样 有蛋 鱼 然后肉 然后青菜 这也是水煮 都水煮 但是我不能加任何东西 只能加醋跟胡椒 天然的东西 吃多久 我大概四十五天 就已经瘦十二公斤 三餐其实都有吃 而且我觉得吃得蛮好的 吃得很干净 这样就可以瘦十七公斤 对 而且吃得其实很饱 就是很丰盛 你想要吃什么 其实你青菜是不计热量 所以你可以尽量吃 但是我控制我每天 是五百大卡的摄取量 这样子有五百大卡吗 对 然后我的经纪人 就是大概两个礼拜 就撑不下去了 他就说不行 我好 我想吃什么 我就说 OK OK 好 那我带人去夜市逛逛 他就说 YES 可以开放吃什么 我就说走走走 我们去夜市逛 他就说鸡排 什么甜甜圈什么的 我就说 OK 你看就好 用力闻 好 可以走了 是鬼吗 用闻的 对 他说可以走了 他说臭豆腐 好 用力闻 好 可以走了这样 然后回到家之后呢 他就说你真的很残忍 你带我去夜市 然后不让我吃任何东西 很痛苦 对然后我就立刻开电视 来 郑多艳开始 还要跳郑多艳 对 还要运动 因为他没有跟我一样 我每天是去散步 所以他有瘦吗 有 他瘦到人生最瘦的时刻 那一个月 他瘦了几公斤 他也大概瘦了快十公斤 OK 很多耶 对 而且你看我们用食物来控制身材 其实很有帮助 虽然我们还是要运动啦 但是食物其实是 因为我们摄取的东西嘛 它最容易囤积 所以那时候从几公斤 送到几公斤 我从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八 瘦到四十五 对啊 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 因此变健康 我们带来看看 有些真的生命中 不可承受之重 你的家人都离癌了 怎么靠意志力照顾他们呢 马上再回来 好 其实阿尔姐的意志力 应该也是锻炼出来的 因为从小其实就蛮辛苦的 你出嫁之前 家里的家计都是你在负担的 那出嫁之后 婆婆也是不好处理 从小我是家里 我是大姐 我老大 然后我下面有四个 长女都真的很有证人感 对 长女真的担子很重 然后下面有四个弟弟妹妹 从国中毕业 我就半工半读 因为爸爸经商失败嘛 就 然后又被人家倒会 所以我就要一边念书 一边赚钱 然后后来我十七岁 参加歌唱比赛 又得了冠军 后来就开始唱歌 赚钱来养家 那时候我在台北 一天唱十二家 就是对 一天唱十二家 有西餐厅 舞厅 还有夜总会 每天唱十二家 到了晚上回家 真的好累 好辛苦 那其实后来认识安迪以后 本来想说 因为家里的担子都在我身上 我本来想说 嫁给安迪以后 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担子 很重的家庭 可以逃走到另外一个 比较舒适一点的日子 可以过舒适一点的日子 重新过一个比较轻松的生活 对 比较轻松 结果没有想到 过去一个更恐怖的家庭 真的假的 对 因为人家说 不能嫁给独子跟孤儿寡母 结果因为我老公两岁的时候 爸妈就离婚了 所以孤儿寡母 我嫁过去的时候 婆婆觉得说 我儿子被抢走了 所以就是对我会百般的刁难 那因为以前我在家里 虽然是赚钱 可是我不用做家事 我只要一走进去 村王妈妈就说出去 可是嫁到我老公家的时候 我每天要煮早餐 因为婆婆是不吃外面 所以我要煮早餐 午餐 晚餐 宵夜 然后弟呢 婆婆规定要 跪着叉 跪着 一格一格叉 然后他们家没有洗衣机 没有洗衣机 洗衣机洗得不干净 所以都要用手洗 对 然后我嫁过去 大概五个月我就怀孕了 那怀孕的时候我每天 要豁免权 不用做了吧 对啊 然后婆婆有一个规定 就是我换下来的衣服 五分钟之内一定要洗起来 不可以放在那边 然后那时候我快过年了 然后怀孕五个多月 肚子又很大 然后婆婆说过年 要大扫除 要把窗帘都收下来洗 你知道这个好辛苦 后来我老公看我这么辛苦 我老公进去洗澡的时候 他就偷偷把衣服拿进去帮我洗 对 应该的 后来老公发生光碟事件 事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时候婆婆也生病了 老公就是因为 本来他那时候事业如日中天 知名度多好 无缘无故被人家骗了 去演一个什么非常光碟 他就从英雄变狗熊 从天堂掉到地狱 他就躲在家里 他都不敢出去 因为他害怕人家看他那个眼光 然后我看着我老公 我那时候觉得他想不开 我觉得他 我感觉他好像 是一个想不开的人 然后我就跟他说 全世界人都不要你 你还有我 你还有孩子 我们永远都会陪在你身边 然后所以我每天 就是正常地去菜市场 买菜 煮饭 洗衣服 送小孩 送便当什么的 我也出事情 然后我老公就想说 这个女儿怎么这么健康 他怎么好像都没发现什么事 其实我跟你说 我常常躲起来 常常躲起来哭 可是我在他面前 我不能说 都是你啦 你没露燕 女儿也不是你 我这样骂他 他不是要叫他去死吗 后来他就重回了演艺圈 回到演艺圈以后 婆婆突然间得癌症 得鼻炎癌 那得鼻炎癌的时候 其实我老公十年没工作 也没有收入 那比庞大的医药费 还有就是婆婆收到二十几公斤 也没有办法化疗 那时候必须要吃一种营养品 那一瓶要三千多块 他两天要吃一瓶 所以那一次叫来 都要好几十万 那怎么办呢 所以后来老公就去当潜水 教练 然后我还去百货公司 站柜 当柜姐 一天都站十一个小时 回来那两条腿 都已经不是我的 然后晚上还要跟老公 老公要拍戏 我们两个还要轮班 我还要去医院照顾婆婆 每天真的都没有睡过三个小时 结果后来婆婆还是走了 婆婆才走没有多久 我去南部拍戏 又接到电话说 说我妈妈昏倒 那后来我就赶回来台北 就带妈妈去检查 结果医生说 照那个核食共振 医生说妈妈的脑里面 长得很大的一个肿瘤 然后里面都是什么 什么饿水什么的 而且妈妈八十一岁了 完全不能做任何侵入性的检查 对她都有生命的危险 我说那医生那怎么办 那医生说没有办法 就是单线 那人家在医院是在医治 医病希望可以好 妈妈不是 妈妈是在医院等死 然后医生又说 妈妈的状况 状况就是有可能眼睛会撲出来 有可能会七孔流血 有可能会吐血 然后有可能会昏迷 所以我去照顾妈妈的时候 我每天都在想说 妈妈会不会今天发生什么状况 而且妈妈又一百零五公斤 那因为她那个压到神经 所以她全身都瘫痪 一直到后来 我亲眼看到妈妈断气的那一剎 真的 我的世界崩塌了 因为你知道我这一生 我最亲爱的 我最心 不管我受到任何委屈 任何喜怒哀乐我都是 妈 一定是找妈妈 可是妈妈走了 对我来讲 世界垮了 对 我的人生真的是 当时的打击真的很大 还没有走出 妈妈的伤痛的时候 老公也离癌 然后当医生宣布说 老公食道癌 二转三期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真的很害怕 我心里想 万一她走了 那我怎么办 那其实吃什么苦 我都可以 什么苦我都可以接受 我都可以忍下来 我都可以去克服 但是如果我老公走了 那剩下我一个人 我要怎么办 所以当老公走的时候 我每天都在她的服装间 我就抱着她最心爱的衣服 每天我就放声大哭 我就想说老天爷 你这次跟我开的这个玩笑 太大了 我撑不下去了 当时我想说 我这跟你走好了 其实那时候已经抱着不想活了 后来就是 我很感谢那个廖俊大哥 廖俊大哥就是因为三地要 西说台湾要开戏嘛 然后廖俊大哥就跟蔡建贤制作 就建议她说 叫阿姨啦 阿姨现在可能 阿姨在家都在烤 叫他出来演戏啦 那蔡制作就说 好啊 好啊 然后就跟三地的戏剧总监 江明衡监制说 找儿姐来拍戏好不好 那江总监说好啊 好啊 就这样子 他过世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来三地拍西说台湾 其实那时候心里还是很悲伤 可是呢就是没有时间 没有要先把这个悲伤摆在一边 因为我要先背剧本 而且你会想说廖俊大哥 蔡制作还有那个江舍 他们大家对我这么好 我没法让他们满意了 我一定要演好啊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戏啊 揣摩好啊什么的 所以说其实当我绝望的时候 然后我又想到我两个小孩 其实我两个小孩是走不出来的 每天就是抱着妈妈 妈妈 我好想爸爸喔 妈妈 我好想爸爸喔 你想 爸爸走了 如果连妈妈 这个打击有多大 因为爸爸是他们心里的那一座山 山都倒了 如果连妈妈也走了 那你叫这两个小孩怎么办 所以小孩就说你看 爸爸跟妈妈感情那么好三十年 妈妈都站起来了 妈妈都站起来了 我们更要站起来 OK 我跟阿阿姨姐认识的时候 就是拍戏 然后刚好安迪哥刚走没多久 我看他真的很辛苦 就是太辛苦 还要工作 对 内心这么坚强 然后每天还是到片场 还是都会有笑容什么的 就觉得好不舍 能不容易 所以你的孩子 我想其实从小开始培养意志力 以后也会是变成意志力 非常强大的人 真的 为阿若泉哥面对这么多 一连串的打击 除了坚强的意志力之外 到底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去 其实我们心灵上面 对于这些困难跟挫折的接受 这种所谓的挫折容忍 力是很必要的 因为你如果怨天尤人 然后每天在问说 为什么是我 每天在挑战你的神 问你的上帝说 你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 其实你就会没有时间去接受这个 真正你需要去应付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那个接纳是很重要 不论多坏的事情 你就知道说它发生了 我接受现在这个状况 那第二个我觉得是个提醒 每一次的困难跟挫折 好像要提醒自己说 我可以更勇敢一点 我可以从这个经验里面 多去学习一些 那我们好像在解决问题 可是无形当中 也增加了我们对自己生命的 这种厚度跟实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 可以往这个方向来鼓励自己 OK 好 当然人定真的不一定是能够胜天 因为很多事情就是老天决定的 不过我觉得各位真的是要好 肯定自己这么了不起的意志力 写下很多奇迹的故事 我们尽力就好 不用太用力 不过大家可以这个稍微用力一点 到我们粉丝团留言一下 因为有机会可以得到 变健康漂亮的小礼物 祝福大家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